好料卷一塊 一口定生死 這家最近在百貨賣場裡新開的日本料理店 主供年輕客層 推出不少創意口味等捲壽司 先吃義大利口味 紅白綠是標準的義大利國際配色 海苔鋪底 湖平醋飯 我們壽司卷是用月光泥來做冷醋飯 是以日本進口白去醋來調味 酸味比較柔和 擺上マズレラ起司 燙菠菜捲起來 表面鋪滿牛番茄片 壓實 提上以橄欖油羅勒和松子打成的清醬 脫脫脫就是義大利麵的口味 偽裝成壽司 日稀何必頗有失去 有些客人怕胖 不敢吃太多澱粉 因此主廚研發出不含醋飯的鮭魚繽紛捲 以越南春捲米皮捲入羅曼和廣東A菜代替醋飯 搭配生鮮鮭魚與天婦羅麵一碎 吃的時候沾泰式辣椒醬品嘗 十分爽口開胃 不過品型最粗的巴西捲 還是我的最愛 宛若巴西嘉年華般 滋味華麗豐富 煙燻鮭魚和當令的台灣酪梨 芝美油潤 擠上略帶鹹味的Q比美乃滋 外加小黃瓜 增添爽脆口感 到手的白蝦天婦羅麵一碎 是美味關鍵 羅曼生菜包著鮭魚卵 慢慢把所有食材壓得有點緊 又不能太緊 表面刷上以鰻魚骨和蘋果熬成的醬汁 一口吃盡千姿百味 真的很過癮 說買年輕課程的捲壽司 口味多以創意取勝 但這款寶寶玉米捲 雖加入少見的壽司配料 烤玉米筍 但因為有豆皮與香菇絲陪襯 味道傳統 如果平日愛吃稻荷壽司 應該也會喜歡這捲 當然捲菜好吃 吃多也是會膩 不妨點些熱炒來搭配 奶油牛肉也是我很喜歡的一道 這是美國的菲力 我們把它切成骰子狀 炒之前用醬油 味醂 味醂 黑胡椒 和奶油調味 菲力這部位本就柔嫩 再加上師傅又去了冰冰角角 只留下中間最精華的菲力心 因此犯不著食肉捶猛敲 入口自然嫩 天氣冷 海鮮鍋也超熱賣 食令海鮮齊居一鍋 越滾燙越鮮 好餐廳不只藏在香弄裡 現在逛百貨還能順道吃好料 一舉兩得 東新聞 台北報導 Goodbye Goodbye Goodbye